歡迎大家回來港姐準決賽的現場 接下來的賽制有一輪新的搞作 沒錯, 佳麗們要作出一個 非常困難的決策 對, 他們很可能這幾個月 儲了友情、親情、感情 位於一旦 所以, 因為他們即將要進行 一對一的比賽 台上的16位佳麗 經由大會的評分之後 已經分別分為了優秀區和落後區 好了, 排名不分先後 首先會讀出優秀區的八位佳麗 2號, 陳義德 3號, 陳勝如 4號, 關鋒卿 8號, 宋遠榮 3號, 王家衛 14號, 兆初 15號, 梁凱晴 18號, 莫韻思 即是落後區的八位佳麗就是 5號, 張家綫 6號, 余曉衛 7號, 大佳敏 9號, 王華華 10號, 楊培林 12號, 葉正儀 19號, 詩末里 20號, 梁青霖 沒錯, 而規則是由落後區的佳麗 向優秀區的佳麗 選擇一位進行比賽 而那一對一的比賽 是會因為香港小姐 象徵著美貌與智慧 而分為兩個部分 而第一個部分 將會由她們拿著指定的道具 走Catwalk 第二個部分 就是由歷界的港姐 問她們同一條問題 由於公平起見 我們有一個隔音箱在這裡 所以絕對公平共淨 說得沒用, 要示範一次 不, 大家不太明白 吳慧豪 好… 先進隔音箱 是… 先進去 很大聲 關上它, 肯定能關上它 聽到嗎? 吳慧豪 你好, 你還有沒有洗澡時 把我的電話… 喂… 大師兄… 我們現在做節目 是不是應該問題有底線 我們是否應該要尊重別人的私隱 什麼底線? 我說洗澡時用電話叫外賣吃而已 你有這種事嗎? 你說我問什麼? 不要… 是不是?你看她多開心 來, 你先出來 是否很開心? 追求我出來 問題是否答得很開心呢? 會… 是吧? 我也不知道, 是吧… 是吧?挺公平, 聽不到, 是吧? 走吧, 事不宜遲 問完問題, 台下的師姐 你有五秒時間 用你的iPad立刻給予訓 好, 來吧, 非常清晰 好, 我們馬上來到第一組的佳麗 我們有五號, 張嘉倩 Michelle在遊戲樂球區 她可以選擇一位 在優秀區的佳麗進行比賽 小心一級 想請問你會選擇哪一位的佳麗 我會選擇四號, 瓜豐兄, Fabienne 謝謝 這是你的護士 我們有請 你這麼夠膽在關禮見面前 選擇了女兒 挑戰 這時候挑戰並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我們想招式 她有一個道具 跟她們一起進行招式 究竟是甚麼招式 指定的道具是網球拍攝 踢足音樂 看看如何運用 音樂 好, 一個是雙手, 反手 不斷抽背派 對, 只要抽, 只要擺姿勢 反手又有 結尾姿勢一樣, 對吧 好 聽到了 之後我們有請 八五年香港小姐貴君 黃埃倫小姐, 上台為我們發文 溫鋒兄, 你是不是真的聽不見 是嗎?我們很均誠的 好, 可以問問題 對, 師妹, 你好 妳好 如果我想請你在在座的評判裡 隨便選一位 然後問她一條問題 以及為什麼你會問那條問題 你可否回答一回答 可以 在五位評判下 我會選朱玲玲女士 我想請問你身為歷界的 心知港者冠軍 我想問你怎樣可以保持 你會這麼有影響力 還有做了這麼多慈善的活動 因為我也想成為一位 香港小姐冠軍 而可以幫到更多人 因為我想用我學過的東西 我以前也是讀過護理學 我也想很正面地幫到其他人 謝謝 好, 非常愛 你一句碟字就行了, 改個名字叫 好, 今天可以回到你的準備位 謝謝, 有請我們優秀區的慣鳳慶 好, 麻煩師姐可以發問 好, 同一條問題 如果你問在座的評判 隨便選一位 你會問她什麼問題 以及為什麼會問那條問題 好, 我會問黃友倫小姐 怎麼可以成為 好像她一樣是一個超級女人 因為她有一個很成功的珠寶生意 又經常有很多藝術 去創作思考 去想到很多東西 去設計一些很漂亮的珠寶 亦有很多做慈善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她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很想學到她這樣 謝謝 好, 好, 有兩個不同的答案 謝謝, 友倫師姐 謝謝 好, 接下來就是台下的師姐們 給分的時候 你們有五秒時間 預備, 一、二、三, 開始 有一位佳麗就問朱寧玲小姐 另一位佳麗就問黃友倫小姐 究竟誰多點分呢 優秀區的四號, 關鋒兄有73% 恭喜… 恭喜FBM 恭喜, 兩位謝謝 謝謝 主郎, 馬上來到第二位的佳麗 她就是10號, 楊潔琳 有請 同樣可以選擇優秀區一位的佳麗 進來比賽 小心一級 請問你會選擇哪一位呢 我會選擇15號, 楊凱晴 是橙組15號的… 大熱, 你也敢挑戰嗎 對, 這麼大熱的時候 給你們一個難度 不如我們馬上上招數 看看你們的招數是甚麼 這個招數很困難 是一張椅子 我再遲些人送一層樓給你 好, 看看 音樂 我以為兩位佳麗不會拿著 原來是正在走才會拿 一個拿著繞圈, 一個放下繞圈 還會坐 好, 好, 一個坐, 一個站 謝謝 這些真是無特兒出身, 真是不同 有請八四年香港小姐貴君 唐麗球小姐 你好 你好 可以問了 小千妹 因為現在香港的電話騙案 越來越多 如果有個女生打給你說 我是香港小姐 現在讓你可以問她三個問題 去證實她是否香港小姐 你要問甚麼呢, 還有為甚麼 首先第一條, 我會問她 你有否上過Candy的Catwalk課 聰明 我們這些幕後人士很高興 好, 第二個 第二條, 如果她問有的話 我會問她, 你懂不懂看Candy 最喜歡這首Catwalk的歌 可以說說哪首歌嗎 可以嗎 如果不方便就別說 第三條 那也是關於Candy的問題 我會問她, 你知道有一條秘訣 是Candy教我們走Catwalk 還有半輪, 半輪, 半輪 好的 謝謝… 這些很內幕 誰教你的儀態 大家一問就知道了 好, 謝謝 好, 馬上聽聽 15號, 梁凱晴 會怎樣回答師姐的問題 謝謝師姐 你好, 你好, 師妹 你知道現在香港的電話騙案 越來越多 如果有個女生打給你說 我是香港小姐 那你怎樣可以證實她呢 一來一可以讓你問她三個問題 你會問她什麼和為什麼呢 我會問她, 你懂不懂搶龍舟 還有你懂不懂行水上Catwalk 還有你懂不懂進行水底拍攝 因為這三個挑戰 都是我們Staycation裡做的項目 而我們的香港小姐 全部都完成得很好 如果你懂得這三項目 你就是香港小姐了 好, 謝謝… 謝謝麗球師姐, 謝謝 我以為你要問她 你懂得不懂得說謝謝嗎 謝謝才知道是香港小姐 好, 試試下來 就是師姐們的時間 5秒時間 1、2、3, 開始 看看師姐們的心水 又是屬於哪一區 這一個是落後區的10號 這個落後區的10號 姜佩納有83% 謝謝